长剑100的两个长方形发射箱里面的导弹是什么样?无法得知 而其他东风导弹却能从圆桶发射箱推测出它的外形 那长剑100为什么那么神秘?究竟有多强大呢? 根据央视解说 长剑100是我国新一代超音速巡航导弹 只有寥寥数语就令人诧异 长剑100是一款超音速巡航导弹 而且必然是隐身巡航导弹 性能独步全球 长剑100性能有多强 光从名字或许能推测出来 长剑100的数字将比前辈长剑10巡航导弹大10倍 是否意味着长剑100比长剑10强10倍? 根据我军导弹命名规律 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命跨度不太大 只有长剑10和长剑100两款巡航导弹 10倍的数字跨度 意味着长剑100性能比长剑10有革命性进步 甚至说两款巡航导弹性能一个天一个地 长剑10是一款亚音速巡航导弹 基本性能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当 这一类巡航导弹总体飞行性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至今仍然是巡航导弹的主流 长剑100却突破传统 采用超音速高空突防模式 比传统的亚音速低空突防攻击时间更短 比方防空拦截时间更短 拦截难度更高 弹头自带高速动能 对付敌人地下防御攻势更有杀伤力 长剑100超音速高空突防 必然需要隐身性能 没有隐身就无法突破当今防空系统 之前欧美已经有隐身巡航导弹 例如暴风阴影 金牛座 吉拉姆等等 但它们都是亚音速巡航导弹 隐身巡航导弹都不是圆柱形弹体 而是多面形弹体 可以反射雷达波 加上隐身材料 实现隐身 最后一点 长剑100常规弹头最大杀伤力 必然超过长剑10 从体积可以看出 相同型号的发射车 可以装三枚长剑10 现在只两枚长剑100 导弹更大体积 可以装更大的战斗部 而且长剑100是以超音速 俯冲击中目标 带有强大的动能和穿透性 对付地下攻势更高效 而对付航母 可以炸断它的龙骨 引爆它的核反应堆 总结一下 以前长剑10还需要多枚导弹 实行饱和攻击 才有机会击毁目标 而现在只要一枚长剑100 就可以悄悄地接近目标 再轰轰烈烈把它炸毁 未来长剑100真面目 迟早会出现在军方媒体中 作者相信 它的外形和性能会震撼世界 我一定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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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提前来 我一定会报告 所以我计划 小剑100真面目 我一定会准复 难cov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